出门在外车上放一些必备品 网络影片分享 在车上放牙膏超好用 汽车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甚至可以当作省钱配搏 真的吗 原来的确有三大秘密 第一 汽车板筋 有时会不小心有刮痕 这时候可以涂抹一点牙膏 在刮痕处 接着拿毛巾来回擦拭 轻微的刮痕竟然就会消失 很轻微的 来这样子擦是可以 但是如果说是深一点的话 其实这样是一定要擦不起来 板筋轻微刮痕 靠牙膏擦一下就消失 再来也可以均匀涂抹牙膏 在雨刷胶条上 接下来刷几下之后 刮水变干净不容易积水 同样道理也能涂抹牙膏 在后照镜接着擦掉 一样变得不容易积水更干净 实际对比两边差别 左边没有涂抹牙膏 水泼下去会有点积水的感觉 但涂抹牙膏之后不容易积水了 水会直接滑落更清楚 泼上去水是整个刮下来的 不会有水珠状 它如果没有擦牙膏那一边的话 就很明显会有 会有那种零零散散的水珠这样 如果你抓个几次之后 其实那个牙膏的效果就会不见了 牙膏三大秘密 清除轻微板筋刮痕 或是让挡风剥离和后照镜 更清楚不卡水 短时间救急都有效 不过要治标的话 还是得交给专业的来解决 接着宋佩晨 陈山山高雄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